最近几天都是这个大太阳温度又高 所以这个外面一些洗印的话 得赶紧搬到室内去避避阴 这盆吊篮把它种在这一个花盆里面已经很久了 大家看它肯定已经长根了 这个已经长这么大了 所以现在我就把它和母猪连接的地方给它剪掉 OK然后再把它搬到室内去 把一些比较怕热的全部把它搬进来了 还别说放在这个花架上还挺漂亮的 你们觉得呢